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因为我自己喜欢 因为就是自己选的 自己想学 首先原动力是比较强大的 因为当时统一撞楼里面 就有三四个同时在学统一撞楼 然后都是年龄比我大一两岁的 不个姐姐 就当时大概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一到晚上就整撞楼都是钢琴的声音 然后到了三年级少了一个 到了四年级又少了一个 大概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就剩我了 然后我妈就跟我讲 你看他们都停了 那你怎么办呢 你想一想你要继续弹 还是把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 然后我想了一下 我还是喜欢的 我开始教Daisy in April we had quite a good progress she already plays well two of her exam pieces which are Toccata and film by Bach and Clare de Lune by Debussy but Sonata No.8 of course is like the central piece in her program and it needs much more work 选了艺术学校 因为我自己喜欢音乐 所以那个时候学校里面的这种 就是培养课外的兴趣爱好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 环境影响再加上自己喜欢 再加上我妈也特别支持 所以就坚持下来 她那时候上幼儿园嘛 然后我去接她的时候 她基本上就是每次就不肯回家 就趴在钢琴上在那里乱弹琴 然后拉也拉不走 然后每天都这样 对女儿想要学作曲这个事情 我也是觉得 不是很 也不是说不支持 我就将信将疑 我在想她会写曲子吗 大部分的歌曲家 就是在开始那阶段 就已经放弃了 因为他们自己觉得就好 就觉得有什么希望可以熬出 与其你一直总是去弹别人写出来的曲子 我感觉自己去创造自己喜欢的音乐的话 更加有趣一点 女儿把她写的曲子发给我听 听了以后我就 这是我女儿写的曲子吗 这个我真的 我挺开心的 其实挺高兴的 这一开始就是不熟悉啊 因为你毕竟一个 作曲的那个软件里面 它会有几百个乐器 她现在目前大部分也是看模仿这块 也就是大部分的 比如像刚开始应该做的 就是先从模仿的这一个 就刚开始 然后从情当中学习 别人的风格别人 学习技巧边的 可以去用法庞的那种 对 所以我从起来说我觉得她目前 她这个阶段已经算是很不错 但是长点来说 可能有很多定属的空间嘛 所以主要她必须的 就是我必须的做 你必须的美丽 我相信有一天 她是一月 所以做到越说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